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沒有看到新的新聞 剛剛他們有問 我等一下follow一下 不會 我們最後一次 過年期間我沒有互傳訊息 互傳祝賀的訊息 然後 本來也有想說要約一下歌 他演唱會完了以後 我本來也有想要約一下 出來聊天 後來也沒有約成 他演唱會的時候 結束了之後我也發一個訊息給他 我想說 你的情歌實在是太動容 太令人動容 因為那天他在演唱會上面也蠻多 蠻有感觸的 再加上那些歌 很打動人 他好像有說他們分開的原因是因為價值觀的關係 我想問一下剛剛跟老婆結婚主權 你剛剛也有說到說你是一個很堅持要有兩個事件 很重要 對 所以你們平常還是會怎麼樣 你覺得經營會最重要的 完全沒有在哪 我覺得儀式感還是蠻重要 對 可能 通常比較注重儀式感的是會在婚前 但是我覺得婚後 我覺得兩個人該有的那種甜蜜互動 或者甚至儀式感 你可能覺得很自視 但是我覺得 比如說我們真的要去約會 我們還會在家裡 稍微打扮一下這樣子 我還會穿西裝外套 會 會 我們去牛排館 那是吃完牛排回到家以後 對 那個怎麼扒我也不會跟你講 對 但是那個儀式感很重要 就是還是要擋放 對對 我還是會去買一束花這樣子 這麼浪漫 對 對 而且這個 我們都是雙魚座 我們都是雙魚座 那他比較浪漫的人 呃 他比較浪漫 我說 對 但因為他比較浪漫 然後我也開始慢慢要跟上他的腳步 對 對 對 我覺得這個 蠻重要 嗯 所以在家裡 剛剛有說說 社會穿西裝打扮 那有做過什麼比較誇張 打扮 增加這些情緒 打扮對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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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想過要買皮鞭之類的 但是沒有啦 開玩笑 沒有開玩笑 沒有開玩笑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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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喂 喂 喂 皮鞭 皮鞭不要 哈哈 蠟燭可以 喔蠟燭 蠟燭不是低蠟燭 不是低蠟燭 沒有什麼變態 是香噴 香噴蠟燭 對 對 對 NHS 明火 о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